大家好,我是冠岳 正如标题所说 这次最大的道点就是 即将开放黑暗妖精职业 没想到除了这个重磅消息之外 其他资讯也不妨多浪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 此次发布会的重点整理吧 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黑妖 想必有玩过天堂系列的人 对这职业都不陌生 专为PVP而诞生的职业 在发布会中清楚地表明了 黑妖在PVP中优于其他职业的表现 原本以为还要许久后才会推出 没想到这次的发表会中 又预告了这职业即将开放 而且黑妖也附带了转职系统 让想玩黑妖的玩家 保持当前等级的进度 再来就自首次工程战即将登场 这部分我想很多玩家期待许久 想必各服势力已经摩拳插掌 跃跃欲试等不及了 其中还有无界雷台这个画面 不知道是属于服内还是跨服 在这画面中并无说明 若是跟以前一样 那真的是又还原了一项经典 除此之外也同步预告 世界工程站以及世界交易所 等一些跨服副本 但这部分我想会比前述还来的慢一些 在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 由发布会的图片所示 天W的跨服副本应该是以世界性为主 例如伊娃世界的跨服就是伊娃01到伊娃012 可以去跨服副本互相争夺资源交流等 但还是无法跟其他世界相通 例如我打不到宙斯06的斗牛犬一样 要同个世界才能在跨服副本相遇 世界交易原理应该也是同上 未来会不会更进一步就要看NC的动向了 而活动制作装备也即将开启 这点应该是考量还有许多 逆风或是玩家较为缺少的伺服 无法靠打王取得道具 魔法书等材料 因此为了公平性而开放的 不过这本来就有许多争议 其实开放也是在预料之中 NC同时也承诺 不会因此让物品贬值 例如若要制作红色等级以上的道具 那你身上就要有蓝色品质的道具 会让蓝装保有一定的价值 而以前最终换衣的独狗场 也换上全新风貌改由魔法娃娃带跑 可说趣味性满分啊 原本的钓鱼系统也即将回归到天堂W 在新地图方面则是公开雅丁区域的到来 还有一些从未出现的地图 全新的世界首领等 不但融合许多前作 也创新了许多不一样的新区域 没有照着前作的版本走 像是海鹰火龙窟欧瑞 在此次发表会并未提及 也提前把未来要开放的地图 在此次发表会中提前让玩家看到 可以说天堂W真的是有别于 以往天堂系列作品 以上就是我做的发布会重点整理 想看完整官方版本的 我把网址放在下方说明栏了 不得不说看完这次的发布会 让我对未来天堂W越来越期待 我是关岳 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